亲爱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看本节课最后一个考点 考点时存货减值 这个考虑大纲也是要求掌握的 咱们首先看一个图片 这是房子 如果说咱们是房地产开发公司 咱们就是卖房子的 那么好房子是不是我们的存货啊 是 这个房子啊可以说是牵动着咱们每一位中国人的心啊 房子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高啊 但是马云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未来啊 这个房子啊 这个价格啊 它跟葱一样 然后有人就是看到这句话就说 这以后的葱这么贵啊 这葱都吃不起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 说的意思是说这个房子未来啊 有可能是跟葱一样便宜 那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它不可能跟葱完全一样 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房子未来不值钱了 不像过去二十年以来 房价一直涨 那房价可能会以后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品了 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人口的这个生育是吧 可能马上就要开始进入下跌的一个状态了 到了人口峰值了 现在不是都不结婚不成孩子了吗 对吧 所以说呢 房子这个市场呢就失去了支撑 那是存货吧 那就有可能有减值房子都有可能减值 你别说咱们一般的存货了啊 比如说保利集团在2018年发了一个公告 计题存货低价准备 他这里面有句话说 对房地产开发项目来进行可变现净值的一个测试 我们发现呢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项目啊 有很多 那这些呢就计题了低价准备 所以说我们发现啊 有一句话是真的是误解了我们房地产开发商 你怎么可能会低于成本呢 确实低于成本了 可变现净值你看这么多项目都是赔钱的 确实都是赔钱的 那这样 这就是存货的期末计量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输低来进行计量 也就是哪个低按哪个金额来进行计量 那么成本的话呢 这个计量我们前面都已经讲完了 从原材料有实际成本法 有计划成本法 有毛利率法 有售价法 各种各样的核算方法 我们是可以把成本核算出来的 当然这个成本一定是指的实际成本 可变现净值 这也是一种计量属性 我们在前面也讲到了 可变现净值其实就是什么 预计的现金流入 减去现金流出 就是说这个存货能变现吧 能 因为存货最终目的是干什么的 是用来卖的 那卖掉之后那不就变成现金了吗 所以叫可变现的一个净值 那还有现金流出呢 所以说这就是可变现净值 我们举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某项存货呢 成本现在是100万 那么一月底呢 可变现净值是70万 那我们就按照70万来进行计量 也就是说它是减值了30万 如果说到了二月份呢 假如说成本一直不变啊 那么现在可变现净值变成80了 我们始终是拿着成本100 去跟可变现净值比较 那现在那我们应该按照80来计量 也就是说我们要由70升值到80 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然后等到三月末 可变现净值变成120了 此时我问你 我们能不能把它的价值 是吧 由80调整120啊 能不能 有人说行啊 你不70都能涨到80 那继续涨不就到了120了吗 不行 成本与可变现净是熟低 成本是100 100跟120谁低啊 100低 这是回到成本了 因此80只能回到这个水平 是吧 这个水平什么 100 那就说不能到达120 不能到120啊 因此多出来的20存货的增值 我们是不能核算的 因此你可以认为 存货是只核算减值的 不核算增值的 也就体现了我们的什么要求 减善效 质量要求 所谓的谨慎性 就是不高估资产 不低估负债吗 你不能高估资产 由100到120 就算是它的市场价格 上涨了 涨价了 你也不能按照高价来去计量 这就是谨慎性要求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解释这俩指标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可变净值 这俩指标偏低 输低 首先成本是指实际成本 如果说采用的是计划成本 或者说售价法核算的 我们要把它调整为什么 实际成本 而可变净值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到了 等于现金流入 说白了 就存货的估计售价 那么这个是现金的流入 可变现吗 可变现 可变现 那变成现金 能够流入多少钱 然后再减去后面的 至完工时 估计将发生了成本 再减去估计的销售税费 整个的后面呢 就是现金流出 说白了 什么叫可变净值 其实就是现金流入 减去现金流出 说白了 就是预计的未来现金流量 预计的未来现金流量 净额 那么企业应当设置 存货低价准备 如果说成本大于可变净值 比如说成本大 可变净值小 那显然减值了 那系什么科目呢 系存货低价准备这个科目 来核算存货低价准备的 具体转回和转销情况 第二准备 记住资产减值损失 那就是说 借资产减值损失 代存货低价准备 那在这我要强调的 存货低价准备 是什么类别的科目呢 注意啊 是资产类科目 资产类科目 资产类科目啊 代方表示什么 你要搞清楚啊 代方表示的是资产的减少 也就是说存货是减值了 减少没问题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说 存货低价准备 是代方增加 要注意这个表述 我们是说的 低价准备是增加的 但它是背底 对吧 所以说它是一个资产类科目的一个 背底科目 那既然是背底科目 那它是表示是代方增加 借方减少 那其实跟前面的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 是一样的 前面我们已经解释了 对吧 所以它是代方增加 借方减少 但最终的话 使得资产是代方减少 借方增加的 这个请你 对吧 别给被它绕进去啊 好 那么借方资产减少损失 这是损失类科目 损失的话呢 是借方增加 代方减少 教材立题3-75 2019年12月31号 甲公司A商品的账面余额啊 或者说成本是10万元啊 10万元呃 由于市场价格下跌 预计可变定值到变成8万了 那我要提减少准备2万啊 这很简单 所以说借资产减少损失2万 但存活低价准备2万 好 这个地方我要再给大家强调 这个科目叫什么呢 叫资产减少损失 而我们前面我们对比一下啊 对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提坏账准备 我们是记什么科目啊 是信用 信用减少损失 是吧 然后代方呢 是什么 是坏账准备 还记得吧 那我们对比一下啊 当然代方是不一样的 代方肯定不一样 一个存活低价准备 一个是坏账准备 那基业方为什么也不一样呢 基业方这个是信用减账减失 这是因为它执行的准则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执行的金融工具准则 而这个呢 是执行的存活准则 包括后面 我们将学习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它的减值 它也是执行资产减值准则 所以我们只有这对金融工具啊 那么这块啊 相关的资产啊 它减值的话 是记载了信用减值损失 所以这个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区别 也就是说 减值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这块你可以认为 这是资产减值了 是吧 就是说实物资产 存货呀固定资产啊 是吧 这是实物资产 而这个呢 信用减值 是吧 说的是应收款项 它并不是实物资产 而是一些金融资产 那就是说 是一种预期的一种信用 什么叫信用 其实就是一种还款的能力和意图 是吧 是还款的能力和意图 所以它本质上呢 不叫资产减值 而是叫信用减值 所以它跟这里是不一样的 稍微有点区别啊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2020年6月30号 那这是第二年了 那这不年底 2019年底嘛 当然又过了半年 又过了半年之后呢 A商品的账面成本呢 是变成了10万块钱 已经提提加准备呢 是2万 这不刚才提的吗 是吧 已经提提加准备是2万亿 由于市场价格上升 使得A商品的预计可变净值 是9万5千 可变净值是9万5千 成本是10万 那显然是减值了5千块钱 减值了5千 注意了啊 就说应当是减值5千才对 但是之前是提了2万 是不是多提了 多提了1万5千 那就转回1万5千 因此我们套公式 应当记一提的 从小低价准备 等于什么呢 10万减于9万5千 这个是应有余额 是不是 10万减于9万5千啊 也就是说 这个应有余额是5千元 而这个低价准备啊 应当是计提5千才对 结果呢 你前面是提2万 是不是现在多了 发现我们的减值 其实是恢复了 因为市场价格有所上升吧 那是不是把前面 多提的低价准备 要冲回啊 对 因此复数表示的就是 应当转回 存货低价准备1万5千 转回的话 那就借方减少 借存货低价准备1万5千 代资产减值损失1万5千 那低价准备减少 那意思就是说 存货价值是在上升的 所以这个借方 上次表示资产价值上升 来教材地题3-76 假设2020年底 又过了半年 又过了半年 A商品的账面余额呢 成本是10万元 成本是不变的 那么以提低价准备是5千吗 那没错 5千吗 已经有余额5千 都调成5千了吗 这有2万 2万的话 转回了1万5千 那不还剩5千吗 所以说以提5千 由于市场价格上升 那么我们使得A商品的 可变境值变成了12万了 那么可变现境值12万 是不是大呀 成稳这个是不是小啊 那什么意思啊 没减值 没减值的意思就是低价准备 应有余额是0 那么就把原来的5千 要全部转回 所以说是负5千 那就转回 原来的5千 全部转回 低价准备就没有了 所以说借存款低价准备减少5千 但资产减值损失5千 转回完之后 低价准备就余额为0了 那这样我们总结一下 当期应当计题的存款低价准备 等于什么呢 成本减去可变境值 注意啊 这个表示的 就是应有余额 也就是说存款低价准备的 应有余额 那应有余额减去 应有余额 那不就是表示本期发生额吗 如果算出来是大于0 那表示应当补提低价准备 借资产减少损失 带存款低价准备 低价准备增加 结果如果说小于0 那表示要转回 但是一定要注意是在 原以计题的低价准备 范围内转回 你别转多了 最多是把它转到0 转回的性额其当于损益 那借存款低价准备 带资产减值损失 所以我标黄这句话 大家特别要注意 以题的低价准备 范围内转回 范围内转回 那你也可以不用死套公式了 如果你一旦发现 如果说你一旦发现 成本小 可变净值大 成本小 可变净值大 那么这个应有余额 那就是0 那你就别死到公式了 是吧 比如说这个成本是80 可变净值是100 你就别这个死净备了 说巴拉斯80前100是负20 别硬套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应有余额是0 0的话那表示 原来已有余额 已有余额有多少就转多少 全部转回 一分钱不剩 是吧 低价准备全部转回 那这样大家就搞清楚了吧 OK 好 那我们对比一下 坏账准备 那么当期应提的金额 他也是 坏账准备应当保留余额 那就是预期信用损失总额 然后再减去已有的贷方余额 是吧 从而低价准备 成本减可变净值 那不就是也是一个应有余额吗 再减去已有余额 如果带0 这个是信用减的损失 那这个是资产减的损失 贷方 这个是坏账准备 这个是存货低价准备 所以这个说法不一样 大家这块客厦要背一背 要背过 小1 0就返回来就可以了 相同点 就是在原体 以计题的金额内返回 这个也是在原计题金额内返回 转回 那因此这个是不能转多了 不能转多了 那有多少就转多少 如果说他没有减值的话 好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看存货 低价准备的注销 转销啊 那么企业截转存货销售成本时 那说白了就存货销售出去的时候 卖出去了 那么以提的低价准备 当然要转走了 如何处理呢 说我们存货 比如说成本是100 现在啊 可变净值80 那他减值了20倍 既提低价准备20 那现在呢 我这个存货啊 卖出去了 卖出去了 那是不是就走费用了 那费用多少呢 应当是80 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写100了 说老师这不成本是100吗 销售转销售成本 那不就是应当是100吗 不对 为啥 因为已经有一部分 转到减值损失了 是不是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要转100 那就转多了 一共只剩下80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起来一句话 我在前面是不是给告诉大家了 资产 它就是什么 就是未来的费用 或者损失 我在前面讲资产要素 我们在讲会计要素的时候 我是不是交给你了这么一句话呀 资产其实就是未来的费用和损失 资产等于未来的费用和损失 那现在这个存货是不是资产啊 是资产是成本100万啊 那它变成未来的什么 营业成本80就是费用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费用 那么减值损失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损失 那不就这100 那就变成了未来的80万的费用 再加上20万损失了吗 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能再写100了 营业成本就是80 我们在截转销入成本的时候 只能截转80 那显然也就是说把低价准备也要考虑在内 所以说截转的时候 我们要做这么一笔分路 首先呢 我们把存货的成本要截转掉 借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100 带库存商品原材料100 同时把这个20万的低价准备也要转销掉 存货第二准备减少20 同时冲减我们的营业成本20 是吧 有可能主营业务 也可能其他业务啊 比如说销售原材料 那就是其他业务 销售库存商品 是吧 库存商品就是主营业务 原材料是其他业务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主营这个营业成本 第一笔分路是100 第二笔分路减少一个20 那最终是80 是吧 那最终的话呢就变成营业成本 就变成80万了 那这两笔分路你可以合并写 是吧 那合并写的话 那这个直接就是这个地方是80 第二准备呢 是20 呃原材料 或者说库存商品是写100 那这样是不是更简单了 那相当于把这个账面价值 是吧 就转到了我们的营业成本里边 那账面价值整个的呢 那这个不就是80吗 就这俩加起来 那就表示100减2080吗 那借方也是80 营业成本 对吧 相当于就是说把存货的账面价值 是吧 把存货的账面价值 然后转到我们的主营业务成本 或者是其他业务成本 账面价值怎么算啊 就账面余额减去存货 这家准备 好 这是给大家介绍的相关基础的一个概念啊 来2020年单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存货期末计量 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事 A 当存货可变净值 高于存货成本时 那显然没有减值 是吧 那说按照可变净值计量 那肯定不行啊 我们不能高估资产 所以A是不对的 B 那就A 还是按照成本计量 是吧 B 当存货可变净值 高于成本时 那还是不能高估 这个是不做处理啊 说差额及当性损益 也不对 不做处理 C 以提提价准备 不得转回 错了 这个是可以转回的 可以转回的啊 D 当存货账面价值 高于其可变净值时 应当提提价准备 这个对吗 说这个账面价值 高于其可变净值时 应当提提价准备 这是对的 是对的啊 说 同学可能会心里想 咱们不是比较的是 成本与可变净值的大小吗 不是比较成本与可变净值吗 但现在他说的是 是否要计题 或者是发生格 而账面价值 我刚才是不是说了 就等于成本减可变净值吗 就是成本减去低价准备吗 那意思就是说 成本减去低价准备之后的金额 仍然是高的 那意思就是说 可变净值进一步的降低 是不是 可变净值进一步降低的意思 他就进一步减值了 你比如说账面价值 说原来这个成本 是吧 你比如说原来的时候成本是100万 是吧 那么跌价准备呢 呃 是20万 那现在可变现净值呢 是60万元 是吧 好 那你说 呃 账面价值 原来那就是80 比如账面价值 成本100 低价准备20 那原来账面是80 是吧 那账面合起来 那是80万 呃 还能提低价准备20万元 那这个20万元 你也可以这么算 只要用成本100 跟可变净值60做比较 你也可以这么算呀 说20万怎么来的 用成本减去可变净值60 然后再减去原来已经提的低价准备20 是吧 20 然后再减去20 那不也可以吗 100减60 再减20 不还是20吗 所以说账面价值高于可变净值 还是要进一步的提低价准备 因此这个题 选项D是正确答案 2020年单选题 2019年12月31号 某企业一商品账面余额呢 是300万元 由于市场价格下跌 该商品预计可变净值 是250万 好 那么账面余额就是成本啊 呃 那么成本的话呢 是300万 呃 可变净值250万 所以说减值了50万啊 那就说 50万的减值啊 50万的减值 呃 从小低价准备 期数预额为0 那就提50就可以了呗 是吧 那提50就可以了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商品期末 既提低价准备时 好 首先把A排除 不能寄赢业外支出 是吧 管理费用也不能寄 信用减值损失也不能寄 是吧 应该是寄资产减值损失 好 那这个我们已经全排除了 那是一个只有币项正确的 借资产减值损失50万 代从小低价准备50万 那我可以看到这个题还是非常简单的 是吧 选择这个币项 就可以了 2017年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影响企业资产负债表 是存货可变现净值的油 那可谓的是可变现净值啊 可变现净值等于什么 预计的现金流量嘛 就现金流入减现金流出 所以跟存货账面价值是没有关系的 销售官当中 呃 估计的销售税费 那这个现金流出啊 要减掉 存货的估计售价是现金流入 存货是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这也是现金流出 对吧 所以说BCD都是正确的 好 同学们 恭喜大家 我们最后一节啊 咱们本章最后一节 存货 我们终于给大家讲解结束了 存货这一节 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巨无霸的一个 一个节 内容 存货的内容是非常之多 非常之大的 而且这里面呢 呃 核算方法呢 有些还是 是吧 呃 需要大家课下作家练习的 有一定的复杂性的 希望大家呢 是吧 你别光听完一遍课就拉倒 那课下一定要反复的再去听 反复的去练习 把它熟练掌握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些考点啊 都是要求掌握的 当然了 其中2022年新增了一个消耗性生物资产 呃 等级要求也并不高 只是了解啊 那么毕竟是新增的啊 考新不考旧 你还是需要需要这个机遇关注 那整个的咱们存货这块呢 可以分成这么几部分啊 呃 中间的这些呢 其实是讲的是具体资产 就具体存货 原材料啊 质量 我的加工物资 库存商品 消耗性生物资产 具体存货 呃 那么前三个啊 以及后两个 其实是讲的是一般性的处理 是吧 就是所有存货都会涉及到的处理 存货的成本一开始怎么计量啊 发出存货机架方法呀 当然了 发出机架方法 是特指的是实际成 实际成本法下的处理 那以及存货的盘盈盘亏 存货的减值 好 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每个考点都要熟练的掌握 你比如说 初始机梁 啊 这里面经常考到的就是 外购的成本的确定啊 尤其要关注这里边 以及相关税费 到底要不要计成本 像合理损耗 非合理损耗啊 是什么影响啊 是吧 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 存储费 产品设计费 入股前的挑选整理费 像这些要不要计成本 要搞清楚 发出存货机架方法啊 有很多方法 那这个也是考试经常考的 先进先出 一次加全 是吧 移动加全 下面原材料 尤其要注意咱们的计划成本法 那你要把实际成本法和计划成本法 放在一起来看 包括原材料和这个库存商品当中的 这个售价法 是吧 售价法 库存商品的售价法和原材料的计划成本法 要放在一起来看 啊 道理是相通的 相通的 呃 那么周转材料的话呢 基本上 也是考小题 是吧 那尤其要注意啊 包装物和低脂药品 它整个的一个呃 技术的科目 这个是考试经常考的啊 是否单独计价呀 啊 销售的时候 是出租还是出界呀 啊 那整个的成本是寄什么科目 那么委属加工物资主要关注就是消费税的处理 是吧 收回物资之后 是直接销售啊 还是继续加工啊 那消费税怎么处理啊 那考试经常考这个加工物资的成本 存货的清查 那就是盘用盘亏 要寄什么科目就可以 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存货的减值 那主要就是比较俩指标 成本跟可变硬值 啊 这个咱们初级的话呢 要求掌握 但是呢 并不是很难 好吧 那这份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按照大题去准备 我们在习题班当中啊 再进一步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些不定向选择题 也就是这些大题啊 呃 我们基础班呢 因为时间限制 我们并没有全部的给大家做讲解啊 没有全讲 而且这里面有一些不定向题 有些小题是跟后面章节有关联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呢 也是有点早 所以我们越往后 我们所要讲起来大题就越多 好 这是本节的内容 那这样 呃 存货这一节 学完之后啊 咱本章第三章 流动资产 也就给大家全部讲解结束了 我们再次回顾一下 我们学习了货币资金 啊 包括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那大家要注意 库存现金的一个使用范围和规范 什么情况下用现金 什么情况下不能用现金 要用支票啊 或者说银行本票来去代替 包括跟银行的这个审核 它的一个关系 好 这个规范 呃 那么其他货币资金的话呢 这块你重点把握住 它的包含的内容就可以了 交易性金融资产 哎呀 从它的初始取得 到中间的供应价值变动 是吧 呃 现金鼓励和利息的处理 以及出售的时候 那么这个处理包括应交增值税啊 转到金融资产 应交增值税 它到底寄什么科目 整个的处理 要关注整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啊 整个持有环节 包括初始取得环节 持有环节 出售环节 对4万亿的影响金额的计算 考试经常考 短期投资 是小企业的 了解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简化处理嘛 应收及预付款项 包括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 以及其他应收款 这个整体来讲并不难 其他应收款呢 把握住它包含的内容 呃 基本上就可以了 呃 其他的话呢 都是一些常规的考解 要特别关注 比如说 带客户 垫付的一些款项 我们是不是 我们的应收款项 这个要注意 呃 以及跟其他应收款 中间带职工垫付的 一些款项 要注意区分 好 整个这块有可能减值 那我们要记题 坏账准备 关于应收款项 简直是一个重点 是吧 那么我们提的 提坏账的时候 怎么处理 实际发生坏账 转销的时候 怎么处理 转销之后 后来那个款项 又收回来了 那又怎么处理 在这些环节当中 是吧 呃 对呃 应收款项 账面价值的影响 是怎么样的 对账面余额的影响 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呃 他会问你期末 我们还应当记题 坏账准备 提多少 那前面可能告诉你 期出的余额 告诉你本期发生了坏账了 或者说坏账 又收回来了 好 告诉你这些信息 然后问期末 我们应当提坏账 准备提多少钱 这是经典的考法 存货非常多 啊 刚才我们给大家捋完一遍了 就不再赘述了 基本上都是要求掌握的 除了新增的这个消耗性生物资产 是了解之外 那其他的基本都是要求掌握 呃 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新增的 那你也要予以关注 好 那回到本章的近三年的考点击图 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就是包括在四节 第一节货币资金 第二节交易性金融资产 第三节应收及预付款项 第四节存货 那么单选多选判断不定项 全面开化 是吧 而且分值也是非常之多的 近三年我统计到的分值 都是在50分以上 是吧 交易性金融资产50分左右 应收及预付款项也是 存货达到了100分 所以说我们的存货 这内容是非常巨大的 它是一个巨无霸 一块内容 所以大家需要课下多下功夫 因为它是必考的 整个的这些内容是必考的 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 但本章在考试当中历年考题 最多的时候达到了将近25分 也就是说 光流动资产这块 这是考到了四分之一的分值将近 所以说本章 你能否学习透彻 能否扎实的掌握 将决定于你考试 能否通过 进而决定于 能否顺利拿到初级证书 好 所以说留给同学们的工作 或者作业呢 还是挺多的 希望大家课下呀 多下努力 辛苦同学们了 好 那么老师呢 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 不要把问题攒到最后啊 因为越往后啊 越难 咱们下一章 是什么 非流动资产 那也是进入了咱们今年的教材 新增或者变化 最为集中 难度最为之大的一个 一个章节 一个内容了 长期股源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等这一系列内容 是全都是一个硬骨头 等着大家 因此大家不要把 本章的问题 往后拖 越往后拖 越多 希望大家也不要 求过于速度的求快啊 保证指令 多做题 把它消化吸收掉 好了 同学们 咱们第三章就学习到处结束了 谢谢大家 下一章 再见